Hello! Welcome to Allendale! 全球首個迪士尼《魔術奇緣世界》 今年11月20日在香港迪士尼開幕 主題區以主角愛沙女王 及安娜公主生活的亞德爾王國為背景 園區還原多個電影經典場景 走進充滿北歐風情的亞德爾小鎮 遊客首先見到地標猶疑噴泉 還有優美的亞德爾港碼頭 設計師更巧妙地將大嶼山的地勢 融入園區景觀之中 遊客沿著大街走到鐘樓廣場 穿過鐘樓就可以乘坐木船穿越北山 到訪Elsa的冰雪皇宮 大家還可以見到Elsa和Anna 以及聽到他們的歌聲 想更刺激大家可以坐雪嶺滑雪梟 過山車由山腳上到山頂 過程中可以看到瀑布及小鎮的全景 再衝落甲彎 體驗不一樣的亞德爾王國 如果想體驗小鎮的浪漫感覺 大家就必定要留到夜晚了 更可順道享用小鎮美食及買紀念品 香港迪士尼樂園為全球第五座樂園 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 在2003年宣布迪士尼樂湖時 全港寬騰 經過兩輪擴建後 樂園面積已超過30公頃 香港迪士尼樂園更加有 兩個全球獨有的園區 灰鴻山谷和迷尼莊園 灰鴻山極速礦車緊張刺激 而迷尼大宅就是樂園 少數極具神秘氣氛的遊樂設施 樂園標誌性城堡經過加建後 晚上的星夢光影之旅也升級 配合噴泉煙火彈得效果 將40個迪士尼經典故事中難忘的片段 投影上城堡屬遊客必看項目